《元宇宙热浪席选全球》 随着国内外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相关产业 元宇宙作为未来互联网形态迅速火遍全球 同时引爆了资本的热情 科技巨头们争作头号玩家 其查查APP显示 截至2021年底 中国共申请元宇宙商标达11376件 涉及公司达1692件 元宇宙最先带货虚拟房地产和数字艺术藏品 近一个月来 投资公司 房产巨头 娱乐明星 纷纷开始在元宇宙空间抢购地皮 但元宇宙里的房地产是否有升值空间 仍需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2022年 元宇宙在游戏内容能领域的娱乐化属性 进一步加强 数字演员 数字歌手 数字偶像团体等都已开始营业 2022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 邓丽君和周深跨年合唱 让时光倒流 惊艳全场 许多品牌也推出了自己的虚拟代言人 虚拟网红开始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 最近元宇宙首次被写入 上海十字无产业规划 行业应用场景有望拓展 元宇宙时代谁在割谁的韭菜 为什么元宇宙的制裁 就不能值那么多钱呢 成功学得忽悠出来的人 才会去买这种东西 我们时代在发生变化 我们不能宽起门来 成为一个井底之蛙 成熟的元宇宙平台上的房地产 一定是值钱的 不是第一个挖到金矿的人就有钱 这是一种对新的艺术边界的一种探索 这一次元宇宙会来收割 我们的脑殿过后我们的生命 革命初期的是什么 是大量的人要当先烈的 一呼一息谈 有话大家谈 全球的欢迎来 欢迎收看格力除甲全空调 要为您独家冠名的一虎一息谈 考考你一件事情 如果一条社交媒体跟你要价说 我要卖上千万这条价值 你愿意花钱买吗 再来个机会 这幅画拍数十亿 你愿不愿意买下来 您的回答是我愿意 还是第二个回答 神经病 不管如何 但是您别忘了 当元宇宙浪淘在2022年习来的时候 我们只能当吃瓜的群众吗 到底该怎么办 首先告诉你 在2022年席卷的第一个波浪是什么呢 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 炒黄团已经杀入到了元宇宙 包括在去年年底 它的成交已经破亿了 这个金额数字是非常惊人 最重要的是还有天价的地块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炒黄团杀入元宇宙 会不会太离谱了 国动 离不离谱 不离谱 为了吗 有价值 有价值 周伟你有看到价值吗 价值在底层技术平台 刚刚 刚刚看太早了 等一下 国动说是这样 你说是在这边 来 我看看 建宏价值在这 两方面价值都有 两方面价值都有 既有底层又有应用程的面对 反正就是把握机会来投资就对了 对 现在来讲还是源于这个早期 等一下 如果我现在没有投资会怎么样呢 你们没有投资 你们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建议您早投资 就说你这里头就有很大的机会 朱威你心动了吗 我觉得这就是传销 你是开玩笑的 可是我说的是真的 你看非常像 来来来 看看 充胶量 大家看破地 然后下面是天价地块 再后面一个是明星买房 跟以前的传销 搞一个虚拟的道具产品 再打一堆明星来站台 然后搞出一个特别大的角度 你说这不是 你这不是开玩笑的比喻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要 来 建宏 我认为如果你从表象来看 传销它是一种营销方式 但你从实际上来看 因为传销后面 你要看大大的价值 那如果这个是传销 那我们卖一张去火星的票 是不是传销 如果我们开发月球 是不是传销 如果这也是 那我愿意为传销站台 这两个可以类比吗 前面他讲的那个 两个类比是虚假宣传 对 有类比的可能 周伟 周伟来 周伟来 你怎么来回答建宏的之意 元宇宙是一个 技术基础设施 是Web 3.0的技术基础设施 非常非常重要 国家都很看重现在 美国 中国都非常看重 所以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 将来的成熟的元宇宙平台上的 房地产一定是值钱的 但现在不是 但现在还没有成熟的平台 话你讲的这个是不是不是 现在讲的 你才虚拟游戏平台当中 我认为不是 为什么一块老坑玉能值那么多 不那么贵呢 它解决了我们什么问题 当制还是当喝呢 为什么元宇宙的制裁就不能值那么多钱呢 在玉石君子如玉 我看到玉石是君子 看到这里头还不是君子 未来就是技术 你看着都是技术 技术决定未来 玉石属于过去 这边告诉你 这是属于未来 最当红的部分 请问你 你们是站在这边的 觉得这是传销 举赞成 相反的 这代表未来举反对 三 二 一 我们看看 你们这两派 谁忽悠厉害 谁传销的厉害 我来看看 来 等一下 你非说不可的 来 来 来 你看到了这个土地价格 你会觉得很离谱吗 对 会觉得很离谱 为什么 因为这么多钱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买到一套房了 为什么要买一个 虚拟的一套房 可是刚刚周围讲了说 未来有可能有 十字格价钱 未来 未来是多久了 是50年 100年 还是多久之后呢 那可是刚刚靳宏也说了 你是第一个 挖到这个黄金金矿的人了 不是第一个 挖到金矿的人就有钱 来 靳宏 我看你能不能说服他 来 请 我觉得其实 从两个角度来看 如果这个钱 是你要去用于 你在现实当中 你要用来去买房 要去住房 要去用来维持 你的生活质量的 你大可不必去买这个地 但如果你认为 我有一些闲钱 是吧 我也看好科技向善 我也愿意支持科技的发展 你就把这个 像这个行业的一个投资 你投进去就可以了 那投进去后 他也许能赚钱 也许不能赚钱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为未来的科技 投下了你 现在你额外多的钱 这是我的建议 说动了一半吧 说动了一半 等一下 你觉得现在花大钱 真的去买这些地皮的人 在你眼里是什么 是那种有钱用不完的人 有钱用不完的人 我现在马上给你介绍一个 有钱用不完的人 因为他现在 已经在这边投资了 到底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马上连线到 在画面上 你应该可以看到了 上海连线的现场是 数字文艺复兴基金会 董事总经理 曹颖掌声 欢迎曹颖 曹颖你好 曹颖你背后这个图案 非常有趣给我介绍一下 你背后是什么图形 这个其实是我收藏的 藏品之一吧 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叫科尼舍 它是跟巴斯奎 就是巴斯奎亚 然后还有包括 Andy Warhol 齐名同时代的艺术家 你收藏的 冒昧问一下 你花了多少钱收藏了它 这个几十万美金而已 你看到没 看到没 几十万美金而已 你等一下 你收藏它的目的什么 就是喜欢它 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投资品 主要是喜欢吧 就喜欢 哇 你的喜欢东西都好贵 现在重点在于说 你大胆地预言一下好不好 你这收藏东西十年之后 你觉得它身价多少 估价多少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难预测 因为我们收藏这些作品的初衷 也并不是指望当时卖掉 对 也是希望作为对艺术家一种支持吧 所以价格很难预测 非常预测 等一下 曹颖说得很好 曹颖 其实我知道你口袋里 还有很多的钱 我们再换一个另外一个图片 请问你 曹颖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这幅画叫做 每一天钱500天 它是花了6934万 不是人民币 这是美金成交的 你觉得真的值吗 这个我觉得是被高估的 因为Beeple我们在我们这个 就是区里面 就它一直有比较不同的评价 我个人觉得呢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艺术家 但是这个价格是过誉了 你认为的合理价钱是多少 Beeple这些作品的话 我们那时候也参与了 它的这个拍卖 但是我们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我觉得也就差不多 六七百万美金差不多了 来 靖宏 我们现在看到不仅是曹颖这样子 你看现在很多人 都已经把哈恩德的希望 都放在这些作品上 这个作品我相信 刚刚很多海外观众听到了 一个词叫做NFT 实际上它强调的是 非同质化的数字认证权益 那代表是它没有办法复制吗 代表是它是稀有的吗 它是唯一独一无二的吗 我觉得您讲这些都对 它是没法复制的 它是稀有的 它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为 这是一种对新的艺术边界的 一种探索 尤其是在新的时代 在外部30年的时代 对新的艺术形式的一种探索 我觉得这个是成功学的忽悠出来的人 才会去买这种东西 他刚才说了六七百万 我就把万去掉 换成人民币 我可能都不会考虑一下 如果是实际的作品呢 比如说这樊高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你知道吗 就在去年三月份 画面上所看到的Beeple这个价钱 它是被拍卖了4.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 同一天樊高的画作是 蒙马特尔的街景 只有一亿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在过去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刚刚包括国动跟靳雄都说了 这是代表未来的 你要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看到之后 你还没看到吗 您看NFT 您这个角度是 他们是搞技术的投资人的角度 但是我们是搞法律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你想一想 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认可的 NFT也好 不管是区块链也好 我们说的所谓的去中心化 他们把这个身份信息 都放到这个NFT里面 没有办法复制独一无二的 但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 没有任何法律 现在国内的法律 对NFT有支持的 来 听红 我觉得不管是大陆法系 还是海洋法系 所有的法系 都是滞后于现实的 如果一个法律 它不去基于现实的一种 尤其是对艺术的保护 对科技的保护 去更新迭代的话 我觉得这种法律 迟早会被扔到固执队里面去 这个要说一下 民法典刚刚出来 在2022年的时候出来了 这里还真有一条 虚拟财产 其他法律有规定的 重启规定 但是虚拟财产是什么 民法典没有说 就像唐总一样 留了一个口子给未来的人 像唐总这样可以探索的人 将来可以写一个专门的规定 但等一下即便是如此 但是曹颖为什么还会这样大力的 来推动来这样的投资呢 曹颖 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投资了 这只是还是收藏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 从投资角度来去购买 和收藏这些NFT艺术品 那原宇宙土地那是另一回事 但对于这些NFT艺术品来说的话 我们真的是从 希望能够帮助赞助 这些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酷的创作者的角度 来去购买他们的这个作品 那当然回到如果说 真的一定要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有几点可以关注一下 就第一点呢 那个我们实在在发生变化 我们这个不能关起门来 成为一个井底之蛙 假装好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样 现在不管是疫情或是疫情前 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 在进行全面的数字化 那数字艺术品 就是为了一个真正的 数字社交世界 诞生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介 虽然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趋势 从投资角度来说也好 从艺术史的角度也好 都是一个浩浩荡荡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一批 数字原生的这个公民来说的话 我们愿意支持所有的 在数字世界边界上面 开拓的 创新的 探索的 冒险的 这些创作者 开发者和思想者 购买他们的物品 就是对他们的赞助和赞助 周伟 有没有被他打动 首先第一 我是认同的 第二 其实投资这个事儿呢 我们在17年就已经投资了Meta App Meta App现在被承认 原来你一直卧底在这边呢 我们现在已经投资了七八家 被公认为最好的元宇宙 或者我们叫数字孪生 原来叫数字孪生公司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 首先第一 我刚才非常赞同大家的一些观点 唯一性才是最重要的 而NFT作为一个重要的认证手段 它保证了它的唯一性 那这个作品它就是唯一的 那它跟我们买一本书 实体的或者说是垫子的 没有区别 好 但是问题这来的 这里头我们一般来讲会讲说 那我怎么区分到 它到底是一个炒作 还是真正的投资风口呢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任何一个领域 我们作为投资人 都会看到一个热的领域 会有很多的泡沫炒作 但是我们回顾 整个世界的过程里面 有些是真的泡沫 郁金香是泡沫 对吧 普洱茶是泡沫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的泡沫 里面泡沫消散以后 崛起了非常伟大的公司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知名的公司 电商的 阿里 京东 牛戏 腾讯 它是在泡沫当中崛起来的 你说得很对 电商当年我也投资了京东 当年我们投资京东的时候 中国有上千家电商公司 都拿到了巨额投资 今天还剩下谁 只有京东了 那剩下这些公司 实际上都死在泡沫里了 曾经估值也炒得非常的高 但是京东这一家公司 创造的实体价值 已经超过了泡沫的 总和的很多倍 所以这个投资 在泡沫中崛起了伟大的公司 它是价值的 所以在你眼里 包括刚刚的NFT的那些所有作品 目前看有些部分是泡沫 有些经过时间沉淀之后 会证明它的价值 你说得很对 就像樊高的作品 在樊高活着的时候 是没有人认可的 但是樊高那个同时代 有些人的作品 本人认可得非常的高 等一下 朱薇 搞了半天 周伟是他那边的人 是的 你是为了改变你的心意 其实我这么说 元宇宙未来是没有问题的 等一下 你觉得还是传交公司的 还是传交公司吗 不是 刚才你讲的这个 6934万美元 这个是涉及到一个 非常非常虚高的一个价格 非常虚高的价格 周总刚才讲的 像元宇宙 像我们讲的数字孪生 工业互联网 这个是我们双手赞同的 没有问题 对 朱薇 朱薇 你也不要 你放心 没有问题 你慢慢说 我知道有一点慌了 你以为他们三个加工 现在有一个人要跳出来 当你的战队 到底是谁的 休息变客 回到现场 待会见 我是一个科技派 所以我是支持科技进步的 只有因为有人的存在 他为人服务才有价值 现在很多品牌 愿意选择数字人 偶像来代言 你不找我找他 就是因为什么 一呼吸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其实在我心目当中 我只是一个人粉丝 我是对他相当的崇拜 他是我认为在华人世界当中 巨星中的巨星 他在生前的时候 我采访过他几次 而他在不幸遇难的时候 在他往生的那个时刻 我特别飞到了青脉 去采访他的葬礼的过程 他是谁呢 其实大家可能你猜得到了 但是最近很奇怪 他突然复活了 哇 他怎么复活的呢 你听听看他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邓丽君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燕霍 满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哇 你听看 你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 邓丽君在元宇宙的世界当中 他居然可以永生 他复活了 我不知道这是你所期待 所看到的另一个邓丽君 马上为您介绍 今天在我右手边的 特别的新闻嘉宾 那就是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的 研究员张杰掌声 欢迎张杰 张杰 刚刚这个画面 您是在中关村长大的 其实这些新科技 你们都不陌生 对不对 一点都不稀奇吗 这个新科技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新的发展 因为以前的话呢 做不了这么高的精细度 以前的话 你看到的形象呢 基本上跟我们看到动画差不多嘛 你乐见这样的情况发展吗 这个情况的话 肯定是人类的技术的进步 给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 和人类的社会带来了 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途径 其实这个呢 那个从科技进步的角度 我们是 我是一个科技派 所以我是支持科技进步的 你是支持科技进步的 但是你会不会有点担心 就觉得现在大家太吹捧了 原宇宙你会担心吗 这个泡沫中诞生的这些新的技术 新的技术它必须要有泡沫 来给什么呢 失败的探索去买单 你有大量的探索是失败的 你如果是这个成功的 没有泡沫的话 那谁也不会愿意去冒风险 尤其是冒那个大比例失败的风险 因为新的技术的探索呢 失败可能是占99%甚至更高 对 但是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虚拟的房地产的买卖 像这样的行为呢 虚拟的房地产的买卖 不是技术的问题 是法律和模式的问题 这个就和科学是不一样的 科学呢 我们相信的是逻辑 相信的人类的进步往前发展 你在这个文化的领域 那么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很信权威的 好 现在补充来 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 你们非常乐见邓丽君的复活 在这个元宇宙当中 这样复活的举赞成 相反反对 你会觉得我看不习惯这样子 我反而不喜欢看到 这样子的邓丽君来 3 2 1 来 我看一看 你们是不是乐见 像这样的情况 来 你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不希望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 他其实就是一个 继续去做生成的 就是他并没有他的一个感情 我是北游的 然后我们就做技术的 我对于他来说 我更多想表达的是 对于他那种 他真人的那种感觉 但是对于他来说 他现在其实只是能模仿他的样子 他并不能代表 他是真正的邓丽君 所以我觉得这就相当于 只是别人拿这个东西 去来炒作 但是他并不是邓丽君 真正意思地表达 我支持他的观点 他讲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人的意识 如果是人机接口的话 有可能会上传 那么如果邓丽君 在有自己的生前意识 上传的基础之上 他这个时候叫永生 他现在只是呈现 跟电影一样 只不过是肉眼看到的 和VRAR展现的不一样而已 所以这个不叫永生 那你讲到的永生 可以出现吗 周伟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两边都有它的角度 但是我觉得两个都太极端了 很简单 首先第一 现在的这个邓丽君 仅仅是一个外形 它比以前的更精细 但它没有大脑 这点我同意 北游的这位同学说的 它没有大脑 但是您说的上传这个事 太遥远 所以在可见的未来 我们作为风险投资机构 我们投资的企业 能做到的是什么 给它AI的大脑 让它去学习 邓丽君对任何事情的反应 未来会走到这一步吗 不用未来 现在已经在进行中了 现在就可以 现在已经有了 简单来说 前我们投资这个领域的时候 没有元宇宙这个词 对 我们叫数字孪生 就是你的一个数字的 孪生子 对 它的行为模式 对事情的反应 都跟你很像 换句话来说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个游戏 你在上面挂机 跟别人进行社交游戏玩 对吧 像原来Second Life 那你现在在继续 在这个元宇宙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有数字孪生 你下线了 你玩了两小时 你下线了 你那个人 本来在正常的游戏 就不能动 对吧 不能跟别人互动 但今天你可以用 AI的数字孪生 它依然存在 必须跟你的朋友互动 他们不知道这不是你 就是挂机嘛 对 而这个挂机 它对事情的反应行为 跟你本人很像 这个事儿呢 不是技术问题 你看我们的话呢 为什么说 喜欢这邓丽君出来呢 因为我们原来见过他 对 有这种感情 你看那个同学呢 他可能就没这个感情 而且呢 你如果他要永生了 咱们这个流量是有限的 他等于新人出不来了 对吧 人家去选的时候呢 就是总是他 而且呢他带有是什么呢 他的一个洗脑的标志 以后的话呢 可能各种公司呢 就更愿意用他的虚拟人 甚至的话呢 把他本人都给替代了 替代了 你像这个 我记得李子柒和他的投资人 打起来了 就为了这个 如果投资人能做出一个虚拟的他 以后不需要他了 而且呢 这个明星呢 变得如果他不会老 不会长大 总是原来那个样子 对 他也有他的问题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们没有想清楚 首先第一 我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叫次世文化 他就是专门做AI虚拟明星的 现在已经开始代言品牌了 现在很多品牌愿意选择数字人偶像来代言 对 你看你都不找我 你不找我找他 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年轻 他不会有婚外联 所以你看你现在都在投资这些人 是的 是的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你们真的都能接受吗 我不太喜欢 不喜欢 为啥 对 我还是喜欢真人跟他互动 跟我互动 对吧 对 是的 然后看到真人会那种会开心的 而不是看到一个照片或者一个视频 当然我也喜欢动漫 但是我还喜欢是真人 还是喜欢真人 现实中的真人 如果我是他粉丝的话 我也就为他接机 我也要给他去举牌 而不是是一个虚拟的材质 你不会为他接机吗 这节目可能 对对对对 好 来后面的那位 来掌声鼓励 后面那位就是你 对 请说 你也不能接受对不对 我不能 那我换一下 刚刚那三个不能 再换下面一张图呢 这三个能的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些感觉就是 他们代言品牌的话 我能接受 但是我不能接受 就是像邓丁军复活这些 我不能接受 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来说 视者安息很重要 我觉得不管他是明星 还是我们喜欢的人 他应该要永远存在于 他真实的记忆里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而不是说他好像复活了 然后感觉他又回来了 然后他又会跟我们发生新的故事 然后好像之前的他就不存在了 就是会代替他 所以我 所以你看他点出来 其实元宇宙世界当中 你看跟现实之间的伦理 因为产生很大的这个隔阂 因为他对这个社会呢 他的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信息学的五大定律里 就有一个叫扰乱定律 他就是说因为你的技术的发展 是指数型的发展 但你这个社会的发展呢 是个线性的渐进的发展 他的技术的发展 是远快于社会的时候 这社会中间呢 会有很多的混乱出现 等一下场外的曹颖 要表达意见 曹颖 我甚至能够接受数字人 但是我并不鼓励 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虚拟偶像诞生 因为我们知道偶像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尤其对于青少年 它是有种榜样作用 那如果说是一个虚拟 就完全不存在 无中生有的这个虚拟偶像 那青少年 他永远跟这个虚拟偶像 他很明确 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偶像 那像现在很多一些正能量的 或者说正面的一些真人偶像 他为什么受青少年欢迎 因为青少年会有感觉 如果说我努力 如果说我付出 如果说我贡献 我也可以成为那样子的 受大家所敬仰的这样的偶像 但是如果说以后 未来所有的媒体上 全是无中生有的虚拟偶像的话 那青少年 他就完全失去了一种榜样理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像这样 但是你们刚刚不是讲出 人设的崩塌的问题对不对 那你现在所有的虚拟自己人 全部都是设计出来的 来 建宏 我觉得我更愿意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因为刚才 用户的角度 对 就是观或者观众的角度 那刚才以邓丽君为例 是吧 那像您有机会 现实地采访过他几次 那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 跟邓丽君面对面地沟通呢 那如果邓丽君是属于 当时那个年代的 是吧 那如果后面的人 他怎么也去喜欢邓丽君呢 我认为科技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夸代的机会 跨越时间的机会 那同样的 邓丽君是个明星 如果我们喜欢我们 喜欢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诗人 那些画家呢 是吧 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 就跟他去互动 去沟通呢 你这部分有点说服我 但我要先学条件 我觉得当时在设计这个的 创作的人 他有没有争得邓丽君家人的同意 跟那什么 这个很重要啊 对啊 这个法律实际是有规定的啊 刚才讲的那个虚拟人 做代言的那个事 那个在法律上讲 但是如果是真人 把他AI给变成了这样的人 是吧 这个呢是侵害到了人格利益 如果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侵害的是人格权 比如说民法典 有直接的规定啊 你的肖像 还有他家人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人一旦去世了 他不是说人格权没有了 而变成人格利益 他的家人 支持或反对是有效的 我还要说一点啊 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图片啊 有一个虚拟人代言的那个图片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啊 其实并非是社会 对这些虚拟人的 这些代言人的认可 而是什么呢 这不就是一个商标吗 你干嘛搞得 刚才元宇宙什么复杂呀 对 但是周围我知道 你花很多的精力 很多的财钱 都放在这些虚拟人身上 虚拟人就我们的含义 好像就是一个外在的形象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含义吗 我觉得这是非常过去的认知 我已经讲了 大家现在看到 你以为他做得更精细了 就是元宇宙的虚拟人 其实现在的虚拟人 我们定义的虚拟人 一定要有AI的大脑 一定要能够研究学习 这是先决条件 对 大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看到 刚才看到这些花西子什么 其实都只是个形象 都只是个形象 其中还有一个所有男朋友 是真实世界的男朋友 这个就是炒作了 但是我们再来讲 真正的元宇宙时代的 这些虚拟人 他是要有AI大脑的 他是要能够学习互动 在互动的过程中 不停地学习改进算法 最后他跟你的互动方式 是非常自然的 我有点想补充就是在于 整个元宇宙也好 虚拟人也好 我们要分清楚 到底是以什么为本 是一定要以人为本 就你不能数据也好 元宇宙空间也好 这些艺术品也好 只有因为有人的存在 他为人服务才有价值 那如果说以后 假设全是虚拟人的话 他不会犯错 无所不能 永远存在 永远不会死 那这种东西 那又回到了一种蒙美时代 我相信一个好的 这个数字世界的未来 应该是多元的 既有这种无尊生有的 纯虚拟人 那也有像邓丽君 这样子的IP复活的数字化 那同时也有大量的 是像我们自然人 在数字世界里面的映射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化的 这样存在 那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 能够同时百花齐放的 以人为本的 我们想要的一个宇宙 刚才谈的就是 大家对虚拟人 这个偶像的担心 是 我觉得过分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大家谈的都是影视偶像 但实际上在元宇宙 这个世界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 每个人都可以是偶像 你自己带一个 外观形象以后 你在里面的所有的行为 可以跟真实世界 是不一样的 你在真实世界是个主持人 你在元宇宙 你可能是个非洲探险家 因为你的探险 你获得了很多的粉丝 而不是一个虚拟人 获得了很多的粉丝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在游戏时代 就会发现有很多 在日常生活里 非常普通的人 他在游戏 网络游戏里面 他是一个兵团的带领者 他是一个几千人的一个核心 让每一个人都有多种活法 在这个世界上 对 说得对 自由地传说 其实元宇宙给了更多人 更多的机会成为偶像 来 朱温 所以我回到刚才那句话 我说这个非常像传销 大家听不明白 这跟台湾讲的一模一样 网络游戏就叫网络游戏 我说你真实的 我说AI就叫AI VR就叫VR 而且你所谓的这种 这种游戏就叫游戏 你不要把它套上 元宇宙这个玄学的概念 把探机人和规机人 都搞出来了 而且每个人对我梦想 大家为什么不努力 我说这完全就是 在头上留大长头发的那个人 在上面讲成功学的那套东西 所以我觉得 又回到我第一个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很多人相信元宇宙 就是因为很多人 基于这种所谓的这种 我们说的知识 去构建一个 你永远见不到未来的宇宙 把钱投进来吧 我们在元宙里边 就是通过数字人获得信息的 未来数字人 是给我们提供信息的一个媒介 他给我们交流方式更自然 更亲民 更便民 就是我们最自然地 获取信息的方式 这不是传销 不是这个玄学 而是我们一步一步一步 即将到达的未来 我是来泼冷水 然后给大家敲锦钟的 任何一个科技的发展 都是要服务于人的 自北让我们越来越沉浅 让普通人永远是普通人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也有很多人在手机上 进行有价值的工作 一呼吸谈 争论更精彩 等一下 我马上又有人 加入我们PK的行列了 我们要跳到华盛顿现场 你看这个话题非常热门 你们别讲男嘉宾 各有各的看法 我们请出一个美丽的女嘉宾 他不是虚拟的 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华盛顿现场联系嘉宾 是科技作家 上季掌声欢迎 上季 刚刚的一群男嘉宾 在为了元宇宙再争论 你有哪些独到的观点 请说 我是来泼冷水 然后给大家敲锦钟的 因为台上会有一些人 他们要不然是行业里面的 要不然是来投资元宇宙的 但是我觉得元宇宙 对于我们普通人 比如说你不在产业里面的 可能就是我们是被收割的 那就是过去呢 就是科技公司去来收割我们的眼球 那这一次呢 元宇宙会来收割我们的这个脑电波 和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造成一种新的奴役 也会造成一种就是 我觉得就是未来啊 如果说很多人 把很多时间花在这个元宇宙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可想象 以及非常可怕的一个未来 但是呢 这是又非常容易 而且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相机死言一出 周围的表情就已经僵在那里了 我要继续问一下 相机你特别强调泼这个冷水 况你觉得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是很可怕的 你觉得最可怕的场景是什么 最可怕的场景就是我们 普通用户的很大一部分人 在他们醒着的时间 有很大一部分时间 是在元宇宙里面的 他们是在深度沉浸式的 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这就像这个黑客帝国里面一样啊 它就变成了一种 像一个这种僵尸一般的存在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公司是来实现 元宇宙的这种主要动力 和主要的这种玩家 他们一定会为了增加用户时长 这个用户使用的时长 用户使用的频率 用户使用的深度参与 来做所有的事情 为了利润 他们会做到所有一切 可以提高这些KPI的 所有的行动 不光是就是把这些设备免费 或者说是按照这种 原价提供给用户等等 你觉得这些科技跟投资人 会把元宇宙变成前宇宙对吧 非常有可能 如果说我们就是政府公众 如果说就提前不能够说去 提前进行一些这种 这种参与性的设置 比如说规则也好 使用的一些这种方式 时长等等 如果说我们公众没有提前 做一个这种有 非常清醒的一个这种参与的话 非常有可能我认为 相机这么一说 真的给我泼了冷水 那我会觉得你这个传销的说法 好像又有站住脚了 刚刚是你们这几个团结力量大 你们这三个是在那一块的 来 你们一个来回应 建宏挑战相机 不是挑战相机 我觉得讲一个基本的原理 任何一个科技的发展 都是要服务于人的 那它在服务于人的过程当中 它怎么会逐渐地 就控制了这个人 怎么就为了钱 会把人的利益于不顾呢 这样的公司是不会发展起来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在科技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刚才讲了 虽说法律会滞后于科技的发展 甚至有时候会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但是我们从过往的过程来看 科技它都是有两面性的 我们会开车 对吧 开车会有交通事故 对 我们会有很好的制度 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刚才项姐讲的 就是一个隐私的问题 或者讲的一个防沉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在中国恰恰是最不可能发生的 我来讲一下 这个元宇宙 使得你的获取的信息 更加地沉浸化 沉浸化了以后 你获取的信息 其他的渠道被屏蔽了 同时你这个获取的信息 现在有IA算法 它可以根据你的喜好 给你去推送 你比方说的话 你喜欢什么给你推什么 不喜欢什么不给你推 因为你推了你就把它关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到的都是你喜欢的 或者它想让你知道的 这种技术的话 对于你的人脑的控制 精神的控制 虽然说我们说 这个元宇宙是服务于人 但是你服务于谁 服务于哪个群体 如果您造一个助理 你是造一个听音话的 还是造一个不听音话的助理呢 刚才张老师讲这个 其实现在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不若金斯基理论 用元宇宙最合适 那些所谓的被社会抛弃的人 只要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安分守己 在现实生活中 不影响我们就行 太任服务于人 我打一套 元宇宙三个字改成任何话 这句公式都成立 我打得差 周薇你看吧 你还想投资虚拟人 你还是投资实际的美女 这个相机一出口 诸威讲话声音就大声起来了 你看有多大的底气 周薇来 我来回复一下 首先第一 大家有一个非常误解的东西 就是认为元宇宙是纯粹to see的 好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元宇宙我们 尤其是国家现在很看重 我再讲了 工信部已经召开过几次探讨会了 我们的公司也参与了 元宇宙它会是未来的一个基础设施 下一代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在这个基础设施上面 会有很多的创造性的和工业化的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 现在如果你说大家电脑屏幕 如果你去上班谁不用电脑 马农一天可能十几个小时对着电脑 那你说是不是沉迷 是吧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元宇宙的产品 让它更高效地完成它的工作 你认为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不要老想的 每一个人都是无所追求的 到元宇宙里去玩游戏了 去看短视频了 对吧 我们今天已经有抖音 大家都在看 但并不代表 每个人都整天在看抖音 对吧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也有很多人在手机上 进行有价值的工作 我先回忆一下那个 华盛顿有一个嘉宾的观点 对 这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是无知 无知 我们所有的恐惧都是来源于无知 我为什么害怕黑暗 因为我黑暗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不知道有什么我才害怕 如果知道黑暗后边 是个美女我还害怕吗 如果是个老虎呢 我当然要怕得要死 对不对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恐惧就产生了 对于宴宙的这些 所有的片面的观点 说他是酒菜也好 等等这种观点 其实都是因为无知造成的 我来替他辩顾一下 我觉得最大的可怕 不是来自于无知 是来自于 鸡汤 他说的沉浸呢 我现在到冰宇宙里边 是不是沉浸呢 所有反对的人 所有反对的人都是无 他的价值观是问题的 他不是新的价值观 他说的沉浸 是一点问题没有 对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个传播的时候 差别在哪呢 你在古代的时候 看一本书的时候 因为那个传播的成本很高 他在传播过程中 去除取经 所以你现在如果发现 千年以前的一个秘籍 甭管是什么一页值 那都是密集 对 在那边的话呢 人家只最精华的去传播 而现在呢 传播的成本越来越低 所以你要说在一千年以后 要知道现在一页一页值 多半是垃圾 对 然后而且呢 在元宇宙上 他又加了一个什么呢 因为他有了AI算法 所以他给你什么 是他定 不像说我原来看书 我自己找 而且他这个找的内容呢 他又没有一个淘汰的过程 所以他完全不一样 赞同啊 以前在古代看书啊 还有红袖天香 现在在AI中 元宇宙中看书啊 红袖不让你回家了 让你完全沉迷在里面 没有 没有 你可以找 没有没有 跟我爸爸讲话 你可以找另外一个版本啊 另外一个版本 可能就叫你不要回家 你走不出去的 他会用你的喜欢的算法 来推荐的 等一下我们要跳到 我们赶快再跳到 华盛顿现场 我们请进 女嘉宾要回应 请讲 刚才就是大家嘉宾的这些回复啊 我觉得真的是 像刚才有一位嘉宾说的是 鸡同鸭讲 因为我说的是 元宇宙呢 它肯定会有积极的一面 有这个消极的一面 或者是负面的 那我们的侧重点不同 我希望的回应是说 你的回应直接来应对 我的这种质疑 或者说我刚才提出这些 可能的伤害 你做一个直接的回应 而不是说 可能我们这边 还有更多的这种正面 优点 这些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相近的这个观点 我非常理解 因为我最喜欢的 科幻小说作家 刘慈欣跟你是一派的 Elon Musk跟你也是一派的 虽然我都很喜欢他们 就是说他们认为 元宇宙会让人内卷 会向内看 而失去了对外探索的 这种勇气和能力 但是事实上 我前一段在《凤凰网》 做了一个演讲 叫是星辰大海 还是元宇宙 其实我认为 它是可以共存的 为什么呢 当今天人类 不管从当年 哥伦布大探险 还是张谦西行 还是今天Elon Musk去火星 你会发现 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人 仅仅是一小部分人 大部分人仍然不感兴趣 那这大部分人 就算没有元宇宙 他会对你这件事感兴趣吗 他不感兴趣 所以自然而然 你不能把人类 当做一个人看 他里面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选择 而在元宇宙里面 实际上我认为 他给了一个 刚才我已经讲了 他给了一个普通人 创造和做 他今天生活中 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机会 一个快递小哥 可以在元宇宙里 可能变成一个领袖 一个做梦的机会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不是一个做梦的机会 来 等一下相机 相机请说相机 来 就在任何事件 都是会有这个正面反面的 我觉得刚才你们说的这个 就非常的反讽 那其实这个硅谷呢 有一个风头 他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 他说 对于那些现实生活中 不得不为生存 而疲于奔命的那些人呢 他们可以在元宇宙里面 获得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获得体验 那我们就想想 这是现实生活中 科技大佬 对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你们在元宇宙里面 都可以住豪宅了 但是坏消息是 现实世界里面 你们还是住在贫民窟里面 我觉得这个太偏迫了 那我们还是会被收割的 我继续回顾一下 他给你是同行 这个风头 对 元宇宙里面 会给很多人提供一个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的商业机会 现在有个快递小哥 他在线下生活里 因为什么原因 他只能送快递 对 但是他可能在元宇宙里 他可能能创建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可以让他获得收入 有什么问题吗 应当算统计算概率的 你给我举例子 就叫做耍流氓 那我们能不能用 今天的直播来作为例子 不要 好 来 今天直播怎么了 因为元宇宙刚开始 我们没有办法 给你足够的样本数据 我再三说了 我学理工科的 所以概率宏计对我不是问题 好吗 你去看今天的直播行业 直播行业养活了很多人 这个数字是足够大 那也是很少 头部很专门 永远是这样 今天您可以站在这 不代表每个人可以站在这 所以你这个里头的成功 永远是小概率的一部分人 只是说他可能跟 那个现实的中间 他有点错位 这个有一个话特别容易反驳 比如说移动互联网时代 按照刚才嘉宾的观点 你说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 我们所有人都受益了吗 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受损失了呢 你觉得是很像互联网 而现在这个元宇宙 其实是互联网的终极版出现了 对 来 我们听听看 我们这些吃瓜的 来 表达一点意见 我觉得元宇宙 它是有一种生产力的因素 然后再返回讲到刚刚那个 就是沉浸 就是沉迷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无论每个技术的更迭 都会导致这个问题的产生 你不能说科技 它就一定是让大家去 沉浸式到它推荐里面的东西 它更多的是 你可以抓住这个机遇 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很不幸地沉迷进去的话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你自身对于诱惑的一个 抵抗力不足吧 可能是这么说 好 来 反对的那位 你反对的 你是反对谁 我反对他的一下关键 反对他 你说 他说的是自制力的差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自制力太差 而且那些游戏大佬会 这是人性啊 对 给我们更多的诱惑 让我们越来越沉厌 而无法自发 叫你说刷抖音 或者刷某些软件 或者去购物软件 只给我们推荐我们所喜欢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情不自禁地 比如说看十分钟 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去了 而无法忘略 忽略身边现实的 比如我要做饭 我要去陪女朋友 我要去干我自出 你还有天气呢 但因为陈静宇这个太喜欢了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 过去影响了我的现实生活 当然我承认它能暂时 给我一些快感 但是更多的我感觉 对大多人来说人性是 你觉得现在的游戏 都已经让你这样子 没有办法陪女朋友了对吧 所以你最关心的是这个吧 不是 它影响我的生活了 影响我的现实生活 比如我就想偷老婆个游戏 打一击我去做我的工作 结果熬夜要加班 第二天休息不好 我就认为他们这个游戏 是让我越来越沉迷于此 无法自拔 不太好 但是我也有一些人 他能可以利用这些网络游戏 去做自己的一些 政治那样事 但是更多的人 就你说人性是贪图享乐 而是沉迷于此 让越来越多的人 而资本家是越来 给我们是奶头落的一个资本 让我们越来越沉迹 让普通人永远是普通人 无法是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别急 别急别急 你不会是一只是普通人的 你还是有希望的 可以站到这边来 重点是在于你的声音 有一些的内地媒体听到了 在画面所看到 你可以看到 几个内地的主要官媒 都在这时候 有点呼应他的讲法 但这里的问题在意就是说 你如果说这是一个 挡不住的趋势 我们该注意 该冷静的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让他来好 还有讲现实问题 我是不是应该要监管 请说 这样子讲 他赞成的那些人 都是在讲生产力的问题 他促进了生产力 像我们有些反对的观点 实际上是我们在讲 生产关系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谁被收割 怎么被分配 我们希望自己在这里头 不要被分配 以及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不要在这里头吃了亏 被分配 这样这个两个 先接说了 鸡通鸭讲 就是有错位 生产力的部分 我也支持他 生产关系的部分 我在这边 所以其实这句话 说明了一个根本的关键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怎么样才不被分配 这是非常核心的东西 就是在过去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时代 中国的互联网 实际上根目录什么的 都是被控制在美国 或者其他国家手里 而今天当元宇宙 Web 3.0出现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在 技术基础设施上 大力投入的话 我们就会被收割 就会被分配 就会被控制 没有安全的基础之上 是没有效力可言的 元宇宙肯定会烫伤一部分人 我不想比较这条台上 我希望给他下一把火 烧得越来越棒 一呼吸谈 争论更精彩 中美互联网 现在可以发现 科技的大厂 通通纷纷在布局 元宇宙这部分 你可以看到 你看中国的部分 哇 内地的整个笼筒企业 全部都已经抢进布局 我们再来看西方 美国的部分当中 这些你也是非常熟悉的 从这彼此的布局当中 你看到了什么 不是所有的科技 都要跟上的 你要说5G没有问题 你要去块链 这个技术没有问题 但是你搞了一个元宇宙 一个近似于玄幻的概念 我觉得再没有完全 把它搞清楚 刚才各个媒体也讲了 你说的法律关系 再说的网络安全 国家安全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扎牢之前 你直接谈什么技术创新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安全的基础之上 是没有效力可言的 再有一点 在元宇宙中不能有资本 更多的 其实我也沉迷啊 你先把这些人的福祉 做得好 权益保护好 你再往前发展 是没有问题的 元宇宙不是一个国家 或者一种 它是一种潮流 它是一种趋势 它不以地域为限制 它一定是全球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独立的 站在中国的元宇宙 什么美国的元宇宙 我说这是不对的 它不会存立的 人类的元宇宙 我觉得我们要看到 就是元宇宙 它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大背景 会是中美的一个 科技的部分脱钩 所以我觉得元宇宙在未来 从它的这个应用 监管 标准 产品形态等等 我觉得会形成一个 中美两大阵营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科技脱钩 已经是在进行时了 那就元宇宙又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以后 我们会看到 就是中国和美国是 就各种方面 是会非常不一样的 我再强调一下 元宇宙 大家不要想象 将来只有一个元宇宙 会有很多很多的元宇宙 有很多大平台的 小平台的 垂直的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是不是可以存在 自己的主权元宇宙 是可以的 国家安全的元宇宙 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用担心 而现在国家 包括已经在探讨这些问题 有关部门已经在探讨 它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 最后问大家这句话 元宇宙的概念 可以说现在是呼天盖地的 不管是资本市场 股票等等 你可能跟我一样 还在当那个吃瓜的群众 在这个时刻当中 2022年 你觉得它会被热到烫伤 怎么样避免热到烫伤 能够理性地正确看待元宇宙 您的个人看法是什么 来 请活动 我不想避免热到烫伤 我希望给它加一把火 烧得越来越旺 它能真正地沉淀出技术 沉淀出未来 火力 用真金 用烈火去炼真金 朱威请说 不要入戏太深 好好地把这个元宇宙立法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工作做好 元宇宙它就是一种技术 在这种技术下 让创业公司去放手去做就可以了 创业公司的影响远 没有大家想象像巨头 那么会控制你的思想 在你大部分的时间 这一年应该是元宇宙革命开始的 革命初期的是什么 是大量的人要当先烈的 做好当先烈的准备 最后剩下的是先驱 第一 我再说一遍 我们认为元宇宙的技术 基础设施 跟今天我们看中芯片一样重要 这个基础设施 中国必须要拥有 我们必须要投资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第二 就是从大众来说 现在入局房地产所谓的 元宇宙房地产这些应用层 我觉得是要被割韭菜的 我不赞成 因为这还是无根之木 还很早 让我们把基础设施投完了以后 再去玩这些上面的应用层的东西 我觉得元宇宙肯定会烫伤一部分人 我们一定要确保被烫伤的 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用监管药物的这种方式 来监管元宇宙 我们要要求进行临床试验 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然后我们要对潜在的危害 需要显著的提示和披露 然后我们要对于它具体的使用的说明 还有如何规避这些危害 一定要有非常相关的健全的这种法规和政策 好 非常好 来 有没有其他的还要表达意见的 我有一个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 请讲 可以问一下唐先生 然后就是因为我就是以来 就是有很多什么VR AR 然后数字孪生 然后先讲元宇宙 我觉得就是它现在都是在讲这种名词 但是这些名词又特别的相似 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 究竟是要达到一个怎样的东西 或是我们认为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我认为在这个虚拟时期 你是透过一个屏幕去看的 其实屏幕的分辨率 就是我们去把握这个元宇宙进展的一个指针 所以我认为现在到元宇宙的这个时代 我们对应的分辨率大概是480P 那什么时候能做到 能达到视网膜的阶段呢 这个是人也是要达到30RK的 大家把这个时间去一算 你就知道说我们逐渐的元宇宙 会怎么去切入到哪些行业 那至于说是什么概念 我认为VR也好 AR也好什么也好 不重要 这些名词本质是一个概念 概念是一对技术的集合 你以技术的指针去看 你就不会被概念所束缚 谢谢掌声谢谢所有嘉宾 还有谢谢现场的观众参与 我们刚才谈到过程当中 其实大部分人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元宇宙的一只半铁子 我们都是吃瓜的群众 因为是吃瓜 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先驱像他们 但是我必须理性地说一句话 元宇宙的时代毕竟已经来临了 已经方方密面都在我们身边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它 只有了解了你才可以避免 进入到不必要的陷阱 才不会进入到元宇宙 变成了前宇宙 变成最后被别人下陷阱的那个人 问题关键点所在哪里呢 如果都没有相关的约束 那么这个元宇宙将是失序的 这样的元宇宙将会是 愿生再到的愿宇宙 感谢格力队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见